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由柜台人员接手包装商品后 再转交外送员现实外送 有些人喜欢自己组或是家庭主妇比较忙 家庭主妇可能会需要外送肉类 或是比较新鲜的东西 有时候可能下雨天会少个鸡蛋 少个青菜什么的 这样子滑个手机 东西就送来了对我们来说真的很方便 外送这些商品就连鸡蛋也能送 全店200个品项不限购买金额 周围三到五公里的距离内都可以配合生鲜外送 也因为这样的距离 大概差不多平均在半小时之内 就可以送达消费者家中 所以可以保持这些生鲜商品的鲜度 抢走不开商机 外送站场再延伸 连锁卖场消费买2500元也能外送 但不含生鲜及玻璃装商品 百户超市能送生鲜商品 但按距离收费25到60元 让外送不再只是局限收拾 咱们新闻留意者 我雅婷 台北报道 先 водiler 请发帐 消费